期望NBA籃球的朋友們又敷了 現在的NBA 2K 14即將要發售 之後團隊舉辦了玩家鑑賞會 請來藝人艾麗克斯大力站台 遊戲操作也有非常多的進化 趕快跟我到現場去看看吧 由2K Games推出的籃球大作 NBA 2K 14 昨天特地舉辦記者會 記者會現場邀請藝人艾麗克斯 與魔王級玩家進行主界賽 譬如說現在布克林籃網隊 有一些交易的球員 在這裡面就有了 他們都換到籃網隊了 所以其實就是變成說 你是一個籃網隊的一個這個Fans 現在就有比如說Paul Pierce 這種KG的這種東西 那我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厲害的 就是說他全部東西都一直在更新 因為全部交換了這些球員 所以譬如說Dye Howard 到了這個Houston Rockets 他現在就在Houston Rockets 他不會是去年的版本 最大差別他去年在胡仁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進步 今年的新作封面 使用了小皇帝殿下LBJ 在遊戲上也與前作進化許多 傳球的操作就做了調整 以往要用右手拇指按下傳球鍵傳球 方向也要使用右類比搖桿調整方向 本作改為按住L1 直接使用右類比搖桿就能傳球啦 而墊步也改為自動墊步 在許多的動作判定都變得更加自然 一定要亂來的假摔 在NBA 2K14 也繼續沿用 豐富的動作將帶給玩家潛新的操作感受 本次預購家機版的玩家 還能獲得1萬VCP和LBJ的專屬遊戲內容 更有機會抽到NBA國際系列賽台北戰 休斯頓火箭對印第安娜六碼隊的門票 想去的玩家們還不快創一套